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王哥 今天呢 我们来到远望新一批发市场给深圳同城的一位大哥拿一台苹果12 这位大哥呢 说是要过段午节给自己媳妇送个礼物 我们呢 现在就去市场里边给他安排一台 看一下现在的一个苹果12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 你看 现在涨价了 一分钟 方程都不一样 来 开一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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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二五六绿 六四六 竟然还会涨价 什么名字 小光哥 什么 小光哥 光 对 阳光的光 小光 小光就行了 六四七 没变了 竟然比这个还要贵十块 批发市场 方程就这样 一分钟之前 可能就会涨 一分钟之后 可能就会少 你们就在ww 咍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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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a 我们 中央的47105 熊石灰6470 建行的 嗯 已经到账了 我吃乎好软的 到了吗 12256 这个max512知道什么时间到了吗 现在呢 我找个空档的地方 然后我来查一下这个手机的序列号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台机器都是国行全新的原封未移活的 我们这里边的手机批发市场呢 拿货行情就是这样的 不是说和外边那些实体店和官网店所有的颜色价格都是一样的批发市场上面的颜色和价格也是有区分的 更重要的就是批发市场手机行情的一个价格 会随着市场的波动而发生变动 你就比如说现在端午节马上就要放假了 而且我们市场也会要放假一天 所以说现在拿货的人就比较多 然后这样的话批发市场的行情价格呢 就会有所上涨 而且是一分钟之前和一分钟之后就是不一样的 感觉就和股票一样起伏跌涨 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小黄哥 是一名在深圳华强北做电子产品的背包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